自从79年对越反击战以及扣临山还击战后,越南当局的侵略野心不但没有丝毫收敛,反而变本加利地对邻国减态进行侵略扩张,同时侵占了我老山662.6高地、巴黎和东山等地。这里本来是我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。 越军在我国境内埋设地雷,构筑攻势,往日的良田被迢迢欠好所占据,侵略者的明雕暗宝遍及群峰,八四年时更是对我老山地区进行疯狂蚕食侵吞,越军肆意开枪开炮杀我边民回我良田,我国边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,正常的生产生活遭到扰乱破坏,天真淳朴的儿童惨遭伤害,中后年迈的老人也难以幸免, 边民只能忍痛离开家园,寒恨挤进阴暗潮湿的山洞,许多边民只能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生活,这名婴儿是在山洞中降生的,他们母子饱藏了野外生活的心酸,越军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边疆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,他们强烈要求我边防部队收复我国领土。 中央军委命令昆明军区执行收复老山地区的任务,昆明军区十四军受领任务后,各级指挥员及时组织部队召开会议, 1984年2月16日以军长刘子波为首的军前旨率领所属部队向老山地区开进,以十四军的前身为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,建国后其长期镇守云南,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,被称为丛林猛虎。 进驻老山战区后部队各级指挥员到前线查看地形敌情,部队采用了观察、抵禁侦察、渗透、补服、航照叛徒、几针等多种侦察手段。 有关部门还在审服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敌情,部队通过各种形式的侦察和分析,较为详细的了解了战区的地形特点和敌人的部署情况。 在此基础上各级指挥员在沙牌上反复研究作战方案,最终决定以第四十是118团主攻老山,以119团主攻松茅岭阵地。 118团有二营,三营从左右两翼实施正面进攻,一营于回绕后从侧后方实施进攻。 119团则用两个营的兵力攻占662.6高地,集周围七个高地,以三营作为预备队准备后续的作战。 部队根据作战方案和老山地形迅速展开临战训练,各部队着重围绕秘密穿插接敌,克服阵前障碍。 在敌阵内战斗和多兵种协同作战四个问题进行训练,部队在训练中摸索出了防摔跤、防撞击、防吊队、防迷向、防升光等措施,用于解决隐蔽接敌的问题。 改革了以抛射导报所为主的七种开辟通路器材,并为每个步兵班培训了两三名使用改革器材的技术骨干,用于解决开辟通路问题。 通过士兵演练狠抓班牌连三级攻防战术训练,认真组织时团在通讯工具下的协同演练,用于解决多兵种协同作战问题。 反复演练突入敌阵后兵力收缴要好内外结合,火力控制敌攻势要左右交叉,消灭顽抗之敌要打、炸、喷、熏等多种手段。 用于解决阵内战斗的问题,四个战术问题的演练解决位正是攻打老山奠定的基础,这是战士使用冲锋枪开辟铁丝网的障碍,大大减少了冲击部队越过障碍的时间,为了不让钻戒山洞的顽抗之敌逃算,喷火兵顶着烈日苦练各种喷火战术,部队首长亲自指导战士临战训练,这是担任主攻老山任务的三营营掌正在指挥战斗。 118团三营机,八、九连战士硬生生从越军密布的雷场,铁丝网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,打垮了56号高地上的越南守卫部队,还没有等越军反应过来,八连二排的战士又冲向了54号。 截止是4月28日下午4点,我118团攻占了老山周围图1072高地之外所有的阵地,119团攻占了662.6高地,5634,116和138号高地。 4月29日118团又攻占了1072高地,119团和配属的112团三营攻占了541,241,146等的拉底区高地。 这是落在119团指挥所附近的敌人炮弹,119团队的年轻指挥员正在紧张有序的指挥中,外面的炮弹声响彻整个山口。 4月30日119团继续攻打内拉地区外围149,220几,156高地的敌人。 至此40师按计划攻占了全部的预定目标,收复了老山的领土。 5月15日641师122团开始攻打巴黎和东山。 在15分钟的炮火袭击之后,该团以两个营的兵力采取前行攻击,仅用一小时的基站就攻占了全部预定目标。 全间敌266团五营七连和四营一连一返,攻占巴黎和东山核心阵地的是122团一营二连。 这个连队曾经被授予攻坚英雄连的称号,在这次战斗中又立下了新功。 攻占阵地后指挥员随即召集骨干部署巩固阵地的工作。 就是我们现在来保了,来收了,就像我们在家,自己比较决心一样,做到人在阵地在就可以了,主要防御方向就是东方。 在这次战斗中出了前线的战士,还有一群人为了保障这次战斗值得载送, 他们就是四十师组织的十个军功连。 军功连冒着敌人打来的炮火,身被兼扛几十斤重的弹药物资,及时将他们送到前线战士手中。 所以军功连的火可以说是最累的。 另外文山州政府还组织了四个民工连和三个民马连协助军功连。 老山地区山高林立,路滑坡斗,许多地段是没有道路的。 军功连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把伤员抢运下来。 为了能尽快运送伤员,军功连的战士不仅流汗,而且在穿过密林时还不怕自己受伤。 像这种从山路上滑下来是家常别干。 运送一个伤员需要六到八人,有时还需要边走边开路,所以难度完全超过常人的想象。 前线救护所的医护人员及时为运送下来的伤员包扎处理,并及时把伤众的伤员转运到后方医院。 从4月28到5月15日收复老山的任务完成,这些是老山阵地上被我方俘虏的越军士兵。 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。 我军严格执行宽带俘虏的政策,除了对被俘的越军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外,做到不打,不杀,不侮辱战俘。 这是我军战士在自身饮水缺乏的情况下给战俘喂水,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。 我军还把受伤的战俘及时抬下山去抢救和治疗。 这是我军给战俘进行包扎以及喂食。 对于被俘的战俘及时进行审讯,这些是被我方击毙的越军士兵。 他们受到国内反动组织的蛊惑发动侵略战争,这就是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下场。 此次战斗我军缴获了敌军大批文件资料,军器以及军用地图。 我军共攻克了老山,662.6高地,巴黎和东山等48个要点。 共毕伤敌营长以下1320名,伏敌11名,击毁各种火炮54门,坦克4辆。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,这是缴获的苏制冲锋枪,这是越军的轻机枪,这个则是他们的重机枪。 还有高射机枪,制弹筒,40火箭筒,60排击炮,82排击炮,无后作力炮。 电话单机,通信电台,战斗结束后军指挥及时部署防御任务。